蓝香好看,还是敬业好看? 敬业好看,还是蓝香好看? 清水阵时,小妖第一次陷到敬业后忍不住问图山景 见图山景没有回答,小妖忍不住又问了一遍 还特意强调说,贴身的人往往最不可靠,你多个心眼 原本,小妖就是这魔艺说,图山景也就是这魔艺听 没想到一语成衬,问题恰好就出现在了蓝香身上 按理说,蓝香和敬业是图山景的贴身侍女 也就相当于图山景的通房,参考《红楼梦》里的习人可知 为什么蓝香要背叛图山景呢? 这就要从图山猴这个人物说起了 一,图山猴虽然出场次数不多 但他却是长相思中一个很重要的反派 他是图山景同父异母的哥哥,是图山市的长子 与图山景的温和儒雅不同 图山猴飞扬跳脱,自意大胆 在情奇书画方面,虽然图山猴不及图山景 但灵力修为却是远高于图山景的 因为从小丧父,所以图山猴很重视母亲 也很想要得到母亲的关爱和认可 可无论图山猴怎么做,母亲对她的态度都很恶劣 要磨贬损她,要磨无视她 搞得图山猴心里很自卑 俩人长大后,母亲给图山景挑选了世家小姐房峰异应做未婚妻 却把一个婢女蓝眉指给了图山猴 图山猴不喜欢蓝眉 但她不想让母亲不高兴,便娶了她 本以为小心翼翼地讨好就能换得母亲的关爱 毕竟血浓于水,图山猴相信母亲终究能看到她的好 可图山猴想错了 纵使她在母亲病危时 衣不解带地在病榻前服侍她 母亲也丝毫不感动 反而还因为恶心看到她 而将药碗砸到了图山猴的脸上 图山猴哭了 她问母亲为什么如此偏心 问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可母亲确恶狠狠地指回了一句 你心思污秽,性情卑劣 连你弟弟的一个脚趾头也比不上 这话是在说图山猴吗 这话更像是在说图山猴的生母 那个抢走她丈夫的女人 因为上一辈的情感纠葛 图山井的母亲始终不能原谅自己的婢女与丈夫狗合后 生下图山猴这件事 若不是图山太夫人看中血脉 执意让她抚养图山猴 图山井的母亲早就把图山猴送走了 奈何图山猴并不知情 她以为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 所以在母亲去世后 终日酗酒颓废 图山太夫人不忍心看图山猴就这样堕落下去 便说出了真相 没想到 这个真相竟直接将图山井推进了深渊 二 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到过足够的爱 且一直生活在与图山井的比较中 所以图山猴骨子里是对自己缺乏自信的 得知真相后 图山猴的心里又多了一丝对图山井及其母亲的怨恨 怨恨他们不过是仗着身份尊贵 才能肆意践踏自己和自己的生母 于是图山猴的心里就扭曲了 她仗着图山井对自己的信任 把图山井观在封闭的地牢里反复折磨 为了摧毁图山井的自信心 图山猴便把血肉模糊的她扔到了大街上任人取笑 为了证明自己比图山井强 图山猴在图山井消失后 开始争夺她的女人 先是防风异应 而后又是敬业 蓝香 防风异应姿色娇好 心高气傲 看上的男人也必然是外有颜值 内有胸肌 散发住和尔蒙的男人 来到图山府之前 防风异应曾因落水 和图山猴有过一面之缘 也就是这一面之缘 才让防风异应对图山猴念念不忘 所以 面对图山猴的撩拨 防风异应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不仅上赶着和图山猴苟合 还怀了孕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防风异应 本以为图山猴对别的女人都是逢场作戏 对自己才是真爱 却在事情败露后被图山猴的一句都是防风异应勾 赢我的伤透了心 事实上 图山猴哪里有什么真心 他不过是心有不甘 想要抢走图山井的东西罢了 防风异应看不透 蓝香看不透 敬业却看得通透 三 敬业曾说过 公子失踪后 我就一直怀疑是猴做的 怎么可能对他动心呢 只有蓝香那个糊涂虫 才会把图山猴的虚情假意当真 竟然不惜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图山猴比起轻易安静的图山井 更容易吸引女人的注意 尤其是他腻住朝阳 在碧海中驱策大鱼时的样子 就像是篮球场上浑汗如雨的热血少年 此外 图山猴还很善于讨女人的欢心 不仅出手阔绰 情话也是张口就来 没时抹感情经历的女人 陷到图山猴后 很难不动心 蓝香就是这样 所以他才在与图山猴欢和后 背叛了图山井 只是蓝香并不知道 图山井早有防备 所以才在下毒后 被图山井逮了个正着 事情败露后 蓝香不愿意供出图山猴 图山井念及旧情 让静夜悄悄把他送走了 静夜又气又怜 忍不住责备了蓝香击聚 蓝香这才恍然大悟 羞愧难当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一个图山猴 连是非对错都不看了 这哪里是一段好的爱情 分明是利用和消耗 爱情一旦掺了阴谋 它就不是爱情 防风异应也好 蓝香也罢 他们都以为自己遇到了爱情 于是剃头挑子 一头热地扎了进去 却并不知道 自己早已沦为了图山猴 抱负图山井的工具 如果他们能像静夜和小妖一样 看破图山猴真正的意图 便也不至于误了轻轻性命 像刘永远都不会知道 小天从未他求过情 吃完喜酒后 小天送枪炫出去时 突然提出一个 他从未提过的请求 能不能放过香柳 这对枪炫来说 是个让他感到奇怪的请求 小天解释说 这是他的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向枪炫提出这样的请求 这让枪炫陷入了思考 枪炫一直感到有些事情不太对劲 现在终于完全明白了 原来香柳就是防风被 枪炫对小天说 向柳曾经杀了风龙 这是不争的事实 他必须为此项赤水士和神龙士交代 否则无法平息中原氏族的怒火 但如果香柳愿意放弃 他可以给他一次消失的机会 消失并不等于死亡 这实际上已经是枪炫答应了小天的请求 然而 对于这个九头妖来说 自从跟随意赴以来 他就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消失从来都不是他的选择 相反 在荒岛上那样浓墨重彩的死法 才是像柳本柳 枪炫和轩原王曾多次试图招降香柳 甚至答应满足他的任何条件 但香柳始终不肯背叛义父 一直以来 不是因为枪炫不愿意放过香柳 而是因为香柳不肯放过他 枪炫告诉小天 他要忘记香柳和那的一切 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婚后 小天带住由香柳亲手制作的大肚笑娃娃 选择了与香柳的教会所在的广袤海域隐居 他或许爱或许不爱 但无论如何 香柳都是他在午夜梦回时思念的那一轮如霜月色 香柳是否在身边 小天始终生活在他为他打造的美好世界中